曾经率领使节团 拜访大清皇帝乾隆的 英格兰外交官乔治·马格尼 在1767年的时候 曾在议会的一个报告书里面提到 俄罗斯不应该被当作一颗 若隐若现的遥远行星 要把它看成一颗 已经闯入我们西系的巨大行星 而且它的运转方式 必然会强而有力地 影响到每一颗天体 回顾了世界史 俄罗斯是的确有这样子的影响力 在西元九世纪的时候 来自于北欧的维京五世 也就是瓦良格人 南下征服了斯拉夫部落 那么建立了基普罗斯 到了西元988年 基普罗斯在拜占庭帝国的影响下 皈依了东正教 逐渐融合成为当今的俄罗斯文化 莫斯科的克里姆林摇身一变 成了复兴基督信仰的新耶路撒冷 或者是第三罗马 那么开始对周遭的这些政治 文化跟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 而如此的影响到了1917年的共产革命 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一个简称为USSR或者是苏联的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 正式诞生 2022年的2月24号 俄罗斯入侵了乌克兰 这是二战之后 欧洲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不过为什么会选择这一天 来发动战争呢 其中大有意涵 这要回顾到1918年 当时的德国进攻苏联 而苏联在2月23号这一天 击退了德军 也是因为如此 从1922年开始将这一天定为建军节 而俄罗斯特别挑了建军节的隔天 来攻打乌克兰 显然是刻意的 而你大概没有想过 在建军节这一天 俄罗斯也曾经空袭过台湾 那一年是1938年 苏联派出了28架轰炸机 朝的松山飞行场 也就是今天台北松山机场 还有它的周边投掷了数百枚的炸弹 炸毁了40多架的飞机 10座军营 3座机库 而整个松山机场的周边 都陷入瘫痪 无法运作 而这些轰炸机呢 全部都来自于苏联 也就是今天俄罗斯的前身 为什么苏联要来轰炸台湾呢 最大的主因就是抗日 1938年 这是日本大举侵华的时候 蒋介石为了抵抗日军 选择和苏联来联手 而当时仍属于日本殖民地的台湾 成了他们眼中的目标 首当其冲的就是驻扎在松山机场的 日军战斗机 1938年2月23日 宿战出动28架轰炸机 从汉口机场直飞台北 这是一场且所未有的空袭行动 目标锁定松山机场 这是空前绝后的 在毫无防备的情境之下 日本连高速炮都还来不及发射 苏联总共投了280枚炸弹 集成多艘舰艇和炸毁40多架军机 松山机场周边满路窗壁 完全陷入瘫痪 但轰炸松山机场的 竟然是苏联人 苏联为什么要攻击台湾呢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苏联跟日本一直都不对盘 俄国变成一个共产国家以后 那日本一直都是反共 苏联面对这样一个威胁 所以说后来在1935年召开的 第七次的代表大会里面 就提出希望中国能够拖出 日本这样子的一个构想 当时被转为台北飞行场的 松山机场 1938年还是日本认回了领土 属于海军航空队的管辖 日方以此为军事重地 建制武汉 誓言要夺下中国制霸东亚 苏联这时急跳脚了 因为早在1905年 日本和俄罗斯就因为 争夺朝鲜半岛 和中国满洲势力 爆发多次争战 对苏联来说 日本无疑是严重钉 我可以在中国的领土里面 战场里头牵制住日本人 让日本人的力气耗在中国境内 那对我苏联来讲是最好的方法 因为对于史达林来讲 他真正的敌人是希特勒 因此他们希望能把日军战场 留在中国境内 而机会就在1937年 7月7日开启了 中国北京西南郊 卢沟桥日军借着士兵失踪 要求进城搜查 遭到拒绝 开炮轰击 至此之后 日本大举侵华 也开启中华民国8年对日抗战 而为了战役 日本政府特别把两支航空队 从日本转移到距离中国国土 更近的台湾来 在7月11号的时候 就把他两支 有装备着96型 964陆上攻击机 当时日本 可以做长城轰炸的飞机 把这边两个队 一个是陆屋航空队 一个是木根津航空队 那其中的陆屋航空队 它的驻地本来是在 九州的陆屋机场 然后就把他调派到 松山机场这边来 来台没多久 日本陆屋航空队随即接到任务 8月14日 从松山机场起飞 攻击杭州剑桥机场 由高队航领军的空军第四大队 升空领级 一口气将 日军九架飞机击落 为了张扬这样的战果 8月14日定为中华民国空军节 然而这只是表面的风光 实际上当时的中华民国空军 早已反复不堪 当年的空军 因为才刚刚北八统一 飞机的品牌非常地差 各国的都有 飞机数量非常少 飞行的训练严重不足 战斗战法全缺 唯一赢日本的就是飞行人的斗志 当时日本喊出三月王华 号称三个月就能迫使中国政府退让 蒋介石向世界球员 却没有人愿意帮忙 甚至德国军事顾问 也在此时要离开了 孤立无援的中华民国 只能抓住苏联抛出的橄榄枝 8月20号 苏联也就跟中华民国签订了 中苏互不侵换条约 然后提供武器贷款 派军事顾问 甚至也编组了航空援华志愿队 来参加作战 他们知道将来要对付日本人 所以他们也想知道 日本空军的那个虚实 你这个日本的飞机 怎么用飞机怎么打仗 熟练度有多少 所以他们的飞行员其实的目标 就是帮他们自己祖国 去弄清楚日本到底有多强大 蒋介石派人出访协商 苏联同意给中国三起 供2.5亿美元贷款 年利率3% 而这些钱可以用来购买苏联制的武器 所以当时呢最支持中国抗战的是苏联 而且苏联也是援助最多的 就前后给了2.5亿美元的贷款 而中国呢跟苏联采购了9次 那里头最大宗的就是战斗机跟轰炸机 总计苏联共卖出322架轰炸机 777架驱逐机 100架的教练机 为了抵抗日本 蒋介石再度和苏联中共合作 台湾就成了他们的攻击目标 松山机场也迎来历史上的首次空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